如果要问这段时间,美国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?答案必然是美元霸权被终结,但是该来的总是要来,党都挡不住。最近中东发生了一件大事,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协议到期了,但沙特王主小萨勒曼却迟迟不肯续签协议。 尽管今年上半年布林肯已经去了沙特气趟,差点跑断了腿,但沙特那边就是不松口,这意味着称霸世界50年的石油美元体系,已经开始岌岌可危。 将来作为中东最大产油国的沙特阿拉伯,将不再局限于美元结算,而是会采用人民币、欧元、日元、甚至比特币等多元货币结算体系。 使用美元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,美国收割全世界的另一金融手段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,西方各国在1944年达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,国取消了主权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做法,改由美元与黄金单独挂钩,由此美元得到了最强的价值背书,获得了霸权地位。 然而好景不长,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,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,美元开始大幅度的贬值。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,在此危机存亡时刻,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,在1974年6月8日飞抵中东,与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奇兹签署石油美元协议,达成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外交成果。 这份协议规定,沙特以美元为石油标价,并在出口时采用美元结算,沙特方面因出口带来的盈余,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。 作为回报,美国将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,并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稳定。 而后埃及、以色列、约旦等国也签订了相关协议,美元成了全球石油结算的最重要货币。 即便是后来的欧盟,自身拥有欧元,它80%的石油进口,也是美元结算。 美元得到了石油能源的背书,重新确立了世界货币的地位。 石油美元体系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,美国掌握了全球石油贸易的结算权,就等于掌握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命脉。 由于全球各经济体发展都需要石油,因此各国也就需要储备足够的美元,来维持正常收支。 所以石油美元体系建立之后,曾经大幅抛售美元的国家,又重新储备了起来。 美元的全球货币霸主地位,从一度摇摇欲坠,重新起稳,由此美元开始称霸全球,美国拥有了面向全球的印钞权,外国资本相继流入美国,并为美国开启了一个繁荣时代。 为了保护石油美元体系,免受任何国家或个人的挑战,多年来美国多次发动政治干预甚至战争,凡是挑战美元石油体系的活动,都遭到了严厉的打击。 这也是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的根本原因之一。 对于个别刺头,美国更是绝不手软,在萨达姆的领导下,伊拉克的石油出口,在千禧年初期以欧元来结算。 而2003年萨达姆就被美国领导的联军俘虏,并在2006年被直接干掉了。 非洲国家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,在2004年范菲会议上,提出石油结算不用美元,改用黄金计价,并讨论使用蒂纳尔和银迪拉姆,来统一非洲石油计价货币。 于是卡扎菲也被干掉了,然而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 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,美国想维持住自身的霸权体系,已经越来越难了。 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看,近年来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等战争,对美国国力造成巨大损耗,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减弱。 从美国本身的政治策略来讲,现如今参与中东事务的意愿,已经大不如前。 这一点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显现,石油美元体系的松动,从俄乌冲突的爆发就已经开始。 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,直接促成了俄罗斯以本币和美元以外的货币,进行石油产品的结算。 此外俄罗斯中央银行也一直在购买黄金,远离美元。 在巴以冲突爆发以后,胡塞武装对美国各种挑衅式攻击,哈马斯、黎巴嫩、珍珠党以以色列等你来窝网的袭击,更是让美国和以色列一时间束手无策。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,为沙特带来了足够的底气,可以有勇气对美国说不。 为了平稳终止美元石油协议,沙特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。 2022年10月,沙特与俄罗斯等产有国联手,首次拒绝了美国要求增产的压力,导致国际油价大涨。 同年12月,沙特在中国人民币与沙特里亚尔之间,启动直接交易,摆脱了美元中介环节。 2024年1月1日,沙特宣布加入金砖组织,就在石油美元协议到期的前几天。 6月5日,沙特加入了中国牵头成立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实验项目,多编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,持有美元体系的瓦解,对美国的打击是致命的。 这就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很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变,各国可能会放弃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,这必然削弱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,并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 美国经济将面临通胀率上升,利率攀升,债券市场疲软等挑战。 美元霸权这个美国霸主的经济及时将被触空,美国再也不能凭硬钱收割全世界了。 为了延续美元的地位,为了与沙特续签协议,近半年美国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解暑,软硬兼施。 从美国总统拜登,再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,国安顾问沙利文,国防部部长奥斯汀等美国高官,走马灯一样在沙特穿梭,但事到如今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,沙特的态度始终颇为强硬。 一系列的举措都让我们看到了,此次沙特抛弃石油美元协议的决心,尽管在5月7日小萨勒曼的车队遭到了袭击,5月19日,莱西乘坐的直升机也发生意外,但这次阿拉伯国家要和石油美元说再见的决心,却似乎丝毫没有改变,美国下一步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 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今天的世界,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美国为所欲为的世界,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,当年美国前国务卿基金格用,谁掌握石油,谁就掌握了世界,谁掌握粮食,谁就控制了人类,为美元找到了出路。 然而现在美国霸权,越来越没有了底气和市场,是时候与石油美元说再见了。 其实从理论上说,该协议完全终止是有可能的,有两点原因,其一是中东局势已经变化,50年前,中东属于强敌灵力,包括伊拉克、利比亚、伊朗等国环四沙特,它确实需要一个强者保护。 然而时间来到如今,这些强敌基本都死悄悄了,唯一还存在的伊朗,还与沙特走向了和解,因此沙特对美国的安全需求,已经不那么强烈。 其二是世界局势也已经变化,50年前的世界是双雄争瓦,沙特要么选择美国,要么选择苏联,这是对的。 然而时间来到如今,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多极化世界,最多勉强能说成是一超多强。 此时沙特应该顺应世界多极化的演化,而不是死死绑定美国这个看起来依然很大,但却秀极斑斑的破传,沙特继续死绑美国将会弊大于力。 所以沙特彻底终止美国的石油安保协议是有可能的,只不过美国在沙特有大量驻军,并且深度影响沙特数十年,沙特要想脱离美国掌控,恐怕也不会太容易。 历史上凡是感动美元的国家,基本上都难逃厄运,包括俄乌战争,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俄罗斯动了美元,俄罗斯敢公然搞去美元化,美国才决定对俄罗斯动手。 毛熊大搞去美元化,多国贸易本币结算,世界本来就在缺美元,若沙特在抽走机时,美元可就麻烦大了。 如果熊猫羽毛熊是真英雄,在此关键时刻该有所担当,给沙特足够安全保障,包括人员与国家层面,确保沙特能扛住美国隐威。